好 各位学员大家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 在整个放眼全书来看的话 绝大多数的法律关系都是双方法律关系 比如说建设单位跟施工单位 专门签订一个发承包合同 比如说建设单位跟设计单位 专门签订一个设计合同 对吧 都是双方法律关系 但是呢有三个特例 这三个特例呢是三方法律关系 分别是教材的第一章第三节的代理法律关系 第四章第二节的劳务派遣法律关系 和第四章第三节的融资租赁法律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这儿 教材的第一章第三节代理法律关系 这一节的内容 也就是建设工程代理制度 那么代理制度呢又包括三个 三级标题 第一个呢1031 讲代理的法律特征主要种类 1032讲的是代理行为的设立和终止 这些啊 这两个部分 讲的都是合法的 合法的一种代理形式 在法律规范符合的条件下代理呀 我怎么产生产生了之后有什么特征有什么种类 然后我如何终止的事啊 合法条件下代理制度由生到死的全过程周期 而1033代理人和被代理人的权利和责任 这里面讲的是违法的代理行为 那么我违反法律规定 我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比如说无权代理呀 比如说表件代理呀 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呀 比如说恶意串通 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等等这些 那么它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 相关主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所以一和二说的是合法的事 三说的是违法的事 好那我们就按照教材顺序啊 逐一来说一下 首先呢先来说代理的特征 先把这四个特征讲完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代理这三角形的这个法律关系 首先代理的第一个特征啊 关键点在于说 我要给别人代理行使某个行为 我一定要有代理权 对方要给我授予一个代理权 然后呢我在代理权限的范围之内 来独立的进行意思表示 行使法律行为 好那这个独立的意思表示 并不代表着 你可以以你自己的名义 来行使代理行为 你必须要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来实施代理行为 只不过在实施的过程当中 对于一些非决策权的重大问题 非啊非重大问题 你可以有一些独立进行 意思表示的自由和权利 但是一些核心点 维护被代理人 切身利益的关键点 是必须要有被代理人授权 按照他的意思表示来进行的 好这就是代理的前两个法律特征 第一个要有代理权 在权限范围之内 你可以独立的进行意思表示的自由 第二个是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而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进行 好第三个呢就是代理的特征是必须要具备 有这种法律意义的行为 行使这样的行为才可以 比如说啊 说王立学我今天来上课 我们班同学聚会 我给我们班长打电话 说请班长代理我敬班主任老师一杯酒 代理喝酒这个事具有法律意义吗 没有法律意义 这是什么情谊行为 喝酒啦聚会啦唱K啦 这都属于情谊行为 而不是法律行为 我们代理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必须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而引起的法律后果 那么进行市场交易 有买有卖啦 有权力的影响 有义务的转移啦 这些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引起的法律后果 由被代理人来承担 你只是一个行为主体 当然在行使的过程当中 有一定的独立的意思表示 但是在授权范围之内 所行使的法律行为 而引起的法律后果 必须是由被代理人来承担的 这一点我再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今天来上课 那么我去买房 我着急呢签约 于是呢我请我的朋友张三 代理我去签订房屋买卖协议 那么他在我的授权范围之内 以我的名义 代理我签订房屋买卖协议 这是个法律行为 法律意义的行为对吧 那法律后果要交定金的时候啦 要交尾款的时候啦 这是由我被代理人来承担的 我不能说我找张三 帮我签了个协议 于是张三就背上了几百万的房贷了 那不行啊 好这四个加起来 同时具备的情况下 才是一个代理的完整的法律特征 所以这四个特征必须同时具备 缺一不可 那么换言之 这四个法律特征串起来 不就是代理的基本含义吗 那就是在代理权限的范围之内 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实施具有法律意义的代理行为 引起的法律后果 由被代理人承担的行为 这就是代理行为 好这是他基本的含义概念 我们就相当于通过特征 给他做了一个拆解 那么在通俗点来解释 就是八个字 代理就是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 好这是代理的基本含义 然后下一步 他的基本概念和特征 学习了之后 我们再来说代理的法律关系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 代理不是双方主体法律关系 而是三方主体法律关系 哪三方主体呢 分别是被代理人 也就是真正的权力的产生主体 还有代理人 行为主体 对吧 还有就是相对人 我们也叫第三人 三方主体 被代理人 代理人和第三人 那在这儿 代理人要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行使 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然后跟谁 跟谁行使啊 跟相对人 他哪来的行使 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引起的法律后果 由被代理人来承担 所以在这三方法律关系当中 被代理人和代理人 他俩之间什么关系 是一个代理 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 对吧 委托代理关系 那么被代理人和相对人 他们俩之间什么关系啊 注意 是合同关系 那具体来讲 要看你代理的事项是什么 如果被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去 采购一批材料设备 好 那于是 他们俩签订的是 买卖合同 采购嘛 对吧 要签订买卖合同 所以这个合同 就是买卖合同 如果被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去加工一批机械设备 零部件 那么这个时候签订的就是加工承揽合同 就不是买东西了 而是加工东西 对吧 那就是加工承揽合同 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 进行法律的市场交易行为 就是合同关系 这是他俩的关系 好 他俩是委托代理关系 他俩是合同关系 那这两个呢 代理人和相对人之间呢 他们俩并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 为什么呀 因为权利义务关系 唯被代理人所他承担和享有 所以在这里 他俩并没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 刚才我说的 是完全在合法合约的框架之内来进行的 那后面还会讲到 关于法定代理 委托代理 无权代理 表件代理 和转代理的这么五个代理的形式 稍后马上来解释一下 刚才呢 只是简单的 就这三方法律关系 做一个厘清 所以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 代理法律关系啊 它是一个复合型的法律关系 它包括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 委托关系 也包括被代理人和相对人之间的 合同关系 好 就是这样一个复合关系的组合 明白了 这时候我们说它的概念 它的特征 以及法律关系的组合 理解了 下一步 我们来看一下代理的分类 代理 那么按照目前啊 最新民法典的修订 那么代理分为两大法定的类别 那一个呢 是法定代理 一个是委托代理 首先说法定代理 法定代理 什么意思 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代理行为 取不取决于双方单身约定或约定部啊 不取决于私民是主体之间内部的意思表示 法律直接规定了 那就是法定代理 那相对而言 委托代理自然就是因为基于主体之间的约定而产生的代理了 他们内部独立的意思表示 对吧 好 那既然是法定的 那法律都怎么说了呀 法律说了 法定代理 只有这两类主体有法定代理 一个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一个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实前面我们讲到法律关系主体的时候提到过 具体我们可以来翻阅这么一个法律关系的结构图 所以整个法律关系呢 是在每次讲到一个法律制度的时候都会有涉及到 那么具体到哪的时候 我们再来重点讲解 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什么 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们在大的法律关系框架之内处于怎样的地位呀 我们来从这里啊 法律关系分为三要素 主体课题和内容 主体呢又分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对吧 上节课第一章第二节刚把法人讲完 盈利法人非盈利和特别法人 对吧 是上节课刚讲完的 而这几个紧随其后的就是自然人 自然人我们又把它分为这三类 分别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这三类自然人 他们以什么为划分标准来进行区分呢 主要以年龄 其次以精神状态 先说年龄 那么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小孩 当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他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这是第一个关于这个年龄的一个划分标准 第二个就是当X大于等于八 小于十八 也就是说已满八周岁 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我们一般看到我们说半大孩子 对吧 上了小学上了初中高中的 这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这八岁以内的就小孩 纯小孩了啊 再往上 已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 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还有一特例 那就是X大还等于十六 小于十八 就是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但是能够以自己的独立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 也把这一部分主题算作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区分呢 教材后面到处都会涉及到 再讲到第四章第二节 讲未成年人和未成年功的时候 这就是十六到十八这里部分 讲的就是未成年功 他是完人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讲代理种类当中 法定代理这里的无人和现人 指的就是这儿啊 现人和无人这两部分 刚才说的是年龄为标准进化分 对吧 还有呢 就是第二个精神状态 如果是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彻底疯了 他也是无人 还有呢 就是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 对吧 或者存在一些智力障碍的 这属于现人 一个是年龄 第二个呢 就是精神状态 好 这两个做了一个无人和现人的区分 那无人也好 现人也好 他们的监护人 就是其法定代理人 这是法律直接明文规定的 不需要商量 不需要约定 好 我理解了 就这句话 经常考 下面呢 就是委托代理了 当然就是基于约定 而非法定而产生的 那么委托代理呢 又叫议定代理 或任意代理 所以考试的时候 不说委托代理 说议定代理 说任意代理 那你要理解 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那对于委托代理来讲 我代理的形式是怎样的呀 我是书面呢 还是口头啊 还是只能选其中之一呀 如果某一些代理行为 必须要求以书面形式的话 那你就按照特别规定来 要求你书面的 你就书面的 如果一些基本的民事行为 没有做出法定要求的话 那就是可口头 可书面 如果书面了的话 那么说委托代理 要有书面的形式 那怎么 要有一个授权委托书 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 书面的委托代理 对吧 授权委托书 要有基本的代理的要求 代理的 代理人的姓名名称 代理事项 你让他帮你干哪些事 你得说清楚 对吧 在什么时间 多二内给你干这些事 你有怎样的授权 比如说 我今天来上课 我请我的朋友张三 代理我去签订 房屋买卖协议 本来这个房子 我要求他在六百万的范围之内 就全线范围之内 给我签订 结果他一签 给我签了一千六百万 那多那一千万怎么办呢 不能算啊 所以一定是在授权范围之内来行事 然后并有被代理人 也就是由我 我给 我请我的朋友张三 帮我去代理这个事项 那得我给他签字盖章 对吧 这是被代理人 所以呢 加起来这些信息啊 是一个书面的委托授权书 所谓的书面代理 不就是你要有个委托授权书吗 对吧 但如果不是书面的 只是口头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有委托授权书 口头授权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代理的形式 可书面 可口头 在这呢 我从 再放到下一页 那就是全书当中啊 我们一共有六大书面 口头 那么在这 讲代理的时候 我们就学到第一个 就是委托代理的形式 你看我后面两个对号 就是可书面 可口头 等到后面啊 还有五个代理 这六个代理 都是历年来的高频考点 重要内容 必须掌握 后面呢 建设工程合同 这是第四章 第一节的 租赁合同是第四章 第三节的 起诉是第八章 第二节 仲裁是第八章 第三节 等到讲到后面的时候 我还会再把这一页内容 拿出来啊 现在我们只需要掌握 其中第一条 就是委托代理 可书面 可口头 就完了 但如果采取书面的话 那你得有一个授权委托书 对吧 这才是书面 好 这是对于代理的这个形式 下面呢 就是个特殊情形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会委托 一个个人 就是自然人 或者一个组织 那么来代理我 去行使一些相应的行为 但也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呀 我作为被代理人 我委托了多个主体 就数人 数人或数个组织机构 共同 那么来代理同一个事项 这个时候有一个 字眼上的要求 那就是 他们在去行使这个代理权 行使代理行为的时候 要共同行使 而不是分别去行使 你不要被啊 说共同 不能分别 你要这样想 其实对于代理来讲 那被代理人的权利 也至关重要 所以如果多人 帮他共同干一个事的话 共同委托代理 共同行使代理权 是不是大家能够 形成一个合力呀 能够更大限度的 去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 应当共同行使代理权 有这么一个字眼 要注意 考试的时候 如果出现说 不是共同是分别 那就错了 是要形成一个合力 好 这就是关于代理的种类 委托代理和法定代理 这么两个类别 法定代理就是只有 无人和线人 才有法定代理人 其他都是委托代理 好 那么代理的种类 它的这个形式 我们都讲过了 下一步啊 我们就这相关的 这个代理的设立和终止 再来进一步解释一下 首先说代理的设立 哪些事我们能做出代理啊 能够去做这个这样 授予一个代理权 那么哪些事能设立代理 哪些事不让代理 如果让设代理的话 有没有什么资格要求 这是讲的设立 那代理的终止呢 是说什么样的情形啊 我这代理就结束了 好 一个一个看 什么样的行为 对于建设工程来讲 什么样的行为可以代理啊 首先招标能代理 所以第三章第一节 有招标代理机构 对吧 还有什么材料设备采购能代理 所以可以进行这代理买卖 还有什么 还有诉讼能代理 好 这是能代理的事 那能代理的事 当中有什么特殊要求啊 招标代理机构有要求 那个呢 等到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 那诉讼代理在教材当中 在这里就提现出来了 有要求啊 资格要求 那么要么是律师 要么是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人员 或者呢 是当事人的近亲属 或工作人员 那么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人员 好好理解 对吧 那么当时的近亲属 什么意思呢 一般指三代以内 直系血亲 父母 子女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孙子女 外孙子女 三代以内 直系血亲 好 这是近亲属 那工作人员呢 指的是啊 我这个 我这是一个企业 一个企业法人的形式 来去参加到这个诉讼当中 好 那我可以去委托律师 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我也可以啊 请我们单位内部的某一个工作人员 用人单位里面的劳动者 只要有劳动合同的话 就能够去代理我这个单位 参加诉讼 好 这就是近亲属工作人员 以及其他啊 这个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这是对于诉讼代理的资格要求 等到第八章第二节 这里又会再次出现 好 这是能这个委托代理的事 然后他的设立 还有一些事情啊 是不能够代理的 比如说工程 我们禁止转报 禁止违法发包 禁止违法分包 还有禁止肢解分包 对吧 这些事都不能代理 而且还有一种 是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 也不能代理 好 那这是代理的设立 下面呢 我们再说一个下一个问题 就是代理的终止 这个问题啊 就考察的评词就更高了 代理的终止 一共有五种法定情形 那么前两种啊 我们先分别来说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代理期间届满 第二个是代理事务完成 期间届满什么意思啊 我只把这个代理权限啊 设定为 比如说在一个月之内 你代理我去做一些事情 过了这一个月 只要时间一到 代理的这个事情就自动终止 这叫代理期间届满 这我设定了 前提是我设定了代理期间 第二个呢 是代理事务完成 好 那你接下来 我委托你帮我干这个事 你干完了 那我这个代理关系 自然就终止了 所以啊 代理期间届满 或代理事务完成 我用一个词来代替 叫干完了 齐活 对吧 第二种情形是什么呢 是被代理人取消委托 或代理人辞去委托 也就双方当事人 对于被代理人或代理人 他们这些委托关系啊 他们都可以随时单方解除 如果随时单方解除的话 我又用一个词来代替 叫不干了 要么我不想找你干了 要么你不想给我干了 对吧 就不干了 所以民法典在这里啊 又做了进一步的细节规定 我们教材又做了一个修订 那就是民法典规定 委托人或受托人 也就是被代理人代理人 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就是什么关键词是 可以随时单方解除 但单方解除 如果你给对方造成损害的话 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 要承担责任 但这个责任的承担 并不是一刀切 而是看你这个委托这个事 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 如果是无偿的话 现在各自都是出于一个朋友帮忙 一个情谊的角度 来帮忙带领你这个事 无偿委托的话 那么如果单方随时解除 给对方造成损害了的话 只对其直接损失 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如果是有偿委托的话 双方当身任何一方 单方随时解除 给对方造成损害的话 不仅要承担直接损失 还有承担什么 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也叫做什么 预期利益 不仅有直接损失 还要有预期利益 就我计划做这事 我能赚多少钱 但结果因为你随时解除 单方随时解除了 夸我未来要赚的这几十万 泡汤了 那未来要赚的这些钱 就是预期利益 但因为这个事 我之前花的那些钱 花了两万块钱 这是我的直接损失 所以这是民法典 最新加入的内容 要注意 就不干了 双方都可以单方随时不干 但是由此给对方造成的后果 你得来承担责任 你可以不干 但你不能 一点责任都不承担 就直接给你切开了 不行 好 要么是干完了 时间满了 活干完了 要么是不想干了 对吧 还有三四五 我用一个词叫干不了了 干不了了 这什么 这客观能力上的问题了 哪些能力的问题啊 要么是 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我今天来上课 我找张三帮我去签订 法宫买卖合同 结果张三突然疯了 怎么办 代理人来讲 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了 干不了了 对吧 那代理关系就终止了 还有一种情形 就是什么 四和五啊 四和五对比的来说 那四和五是什么 四是代理人或被代理人死亡 就代理人在这 三角形法律关系嘛 左下角是代理人 上面金字塔结架是被代理人 对吧 他俩代理人或被代理人 任何一方死亡 是或的关系 任何一方死亡都可以导致 建设共同代理行为的终止 所以这是四 然后你再看五 五是什么意思 是作为被代理人或代理人的法人 或非法人组织终止 说明这两方主体 它不是自然人 死亡是只有自然人才能死亡 法人组织不叫死亡 叫什么 叫终止 如果你这两个主体当中 任何一方或两方 是自然人 就是四 就是死亡 如果是组织 就是五 就是终止 所以四和五说的 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一模一样的 一个意思 只不过组织形式不一样而已 在这里啊 年年讲到这的时候 都有些人说 老师这个都说过 专门讲过什么什么的 这个被代理人死亡 不导致委托代理终止 千万不要再这样说了啊 民法典 已经从2021年 1月1日起 就是实行了 在2017年 民法总则出台之后 就已经将被代理人死亡 导致代理关系终止 这个事儿加入到法条当中 到现在为止 已经四年多的时间了啊 不要再学旧的东西了 一定要按照新的来 那就是 这两方主体 无论是被代理人 还是代理人 他们是自然人也好 是组织也好 只要一方死亡或终止 都可以导致 委托代理行为的终止 一定把这个 把这个结论 给他说的确定一些啊 大家能够理解 所以你看 无论是民事行为能力的丧失 还是死亡 还是终止 二三四 这三种情形都是什么 都是干不了了 要么人没了 对吧 要么我这能力没了 我这个 这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疯了 残疾了 所以干不了了 所以就这三种情形 干完了 不干了 干不了了 这是民事代理行为的终止 好 他能通过什么样的形式产生 哪些事能代理 哪些事不能代理 那能代理的 我代理完了之后 我下面如何来终止 干完了 不干了 干不了了 可以理解这个思路 然后往下 对应着我们还没讲完 1033 一些特殊的代理形式 无权代理 表现代理了 等一下再讲 我们先做这道题目 来及时的演练一下 刚才学过的理论内容 好 来先看这道题目 关于代理的法律特征 说法正确的是 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 代理权 对吧 那么实施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 由被代理人承担 考试的时候 一出现代理的题目 你就在题目旁边 画一个三角形 这是代理人 这是被代理人 他来承担 所以 诶 正确 第二个 代理人可以在这儿呢 对号入座啊 找到这 画这三角形 找到这个主体 对号入座 代理人可以超越代理权 实施代理行为 错了 一会儿我们会讲 超越代理权 是一种无权代理的行为 C 被代理人在这儿啊 对代理人的一切行为 承担民事责任 我王丽雪今天上课 我委托我的朋友张三 代理我去签订 房屋买卖协议 结果张三 他还有一些 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 强奸啦 抢劫啦 杀人啦 放火啦 我是要对他的一切行为 承担责任吗 不是的 所以C错了 第四个 代理在这儿啊 代理是以代理 以代理人 以自己的名义 实施民事行为 错 是以谁啊 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实施民事行为 张三帮我签订 房屋买卖协议 签的是我王丽雪的 这个房子 对吧 你不能帮我签完了之后 这房子变张三的了 所以是以我 被代理人的名义 那么正确的是 只有A选项是正确的 好 接下来再看下一道题 关于代理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A 代理人实施 代理行为时 有独立进行 意思表示的权利 这个没有问题 独立进行 意思表示的权利 但决策性的 那么直接影响到 被代理人 权利无责任的 是肯定是要在 被代理人 他的意思表示 授权之下的 所以A形象正确 B 代理人在这 知道代理事项违法 仍然实施代理行为 其代理行为后果 由被代理人承担 这个B形象出来 在这里稍微有点早 实际上这里讲的是个 违法代理行为 所以B形象错了 不是由被代理人承担 代理人的违法行为 C呢 代理人完全履行职责 造成被代理人损害了 代理人对代理行为 承担民事责任 完全履行 说明啊 他已尽职尽责了 那只不过 由于各种原因 还是给被代理人 遭到损害 那这个时候 法律后果 还是由被代理人来承担 因为有个词 叫完全履行 说明代理人呢 他并没有行为上的瑕疵 所以他不担责任 谁来担 由被代理人来承担 好 第四个 代理人在这啊 可以对被代理人的任何民事法律行为进行代理 我来上课 我找张三代理我去购买一些毒品 海洛因 回来洗点啊 这行吗 不是任何代理行为 只是必须是在合法的框架之内的 当然各位先不用害怕 说王老师还是遵纪说法的好公民啊 不用害怕 所以正确的是 那只有A选项了 对吧 好 那再看一下 下一个是关于代理种类的题目 关于建设工程代理行为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A选项 建设工程承包活动属于委托代理啊 不是法定代理 法定代理就是无人和线人 第二个 材料设备采购可以代理啊 第三个 只能委托律师代理诉讼吗 不是的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近亲属 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啊 这错在只能两个字上 要小心 建设工程招标活动可以委托代理 没问题啊 在第三章第一节讲到那的时候 我们再提招标代理机构的问题 所以本题正确答案是第四个 好 再来看下一道题 那么根据民法典的最新规定 下来构成委托代理终止的事 这是我根据今年教材变化新编的原创的题目 来看代理人辞去委托 什么 不干了 这什么 代理人辞去委托 是什么 是不干了吧 这是第二种情形嘛 第一个是 干完了 就期限界满 或代理事务完成 期活 第二个 代理人辞去委托 或被代理人取消委托 是不干了 第三个是干不了了 是吧 然后呢 被代理人取得民事行为 不是取得 而是丧失 是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 然后代理人被代理人死亡 他们俩双方当中 任何一方或两方死亡 都导致委托代理的终止 第五个 代理人和被代理人之间的 监护关系消灭 错 问的是委托代理终止的 像这个B选项和E选项 说的都什么 不是法定代理的终止 所以本题正确答案就是 134 134 好 这是我就13年的真题 做的改编 下一道题 下一道题是我自己原创的题目 这倒是完原创的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那么对委托代理终止情形的 说法正确的是 A 代理人辞去委托 不干了 对吧 B 第二个 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没问题 第三个 受托人也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属于什么 都是不干了 ABC 三个选项都是正确的 看四和五 是解除合同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解除方应当如何呀 应当赔偿 直接损失合 可能获得的利益 不能直接说 承担怎样的责任 要看你这个合同本身是有偿的 还是无偿的 如果是有偿的话 对于其直接损失和预期利益 都得来承担责任 所以 递错 那如果E呢 现在E说的是无偿的 无偿的就只对直接损失 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的这个范围幅度要小一些 所以呢 E选项是正确的 这是我原创的上一道题是13年真题的改编 抱歉啊 好 所以这道题除了定选项不选之外 另外几个都是本题的正确答案 这是关于代理的特征 那么代理的种类分类 以及代理的设例和终止的内容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合法的一些代理的流程 我们学完了之后 看看违法的代理行为 能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 和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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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